本地患上高血壓 高血脂 和糖尿病的人數持續上升 暴飲的年輕人也顯著增加 6家航空公司將在 新馬疫苗接種者旅遊通道下 提供指定航班 陸陸通行的洽談 也進入最後階段 澳洲墨爾本隊 完成疫苗接種的人 解除幾乎所有防疫措施 全球有4成冠病康復者 出現長期後遺症 本地舉辦疫情爆發以來的 首個大型實體會展 餐飲業會展 預計每天吸引近1000人出席 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您收看《晚間新聞》 最新的全國人口健康調查顯示 本地患上高血壓 高血脂 和糖尿病的人數持續上升 那調查也首次發現 暴飲的年輕人顯著增加 來看記者李增憶的報導 中文年的編集團 GT-4 中文年大堂 中文年、大堂 鎮甲眼期間、大堂